在大明朝的皇帝中 朱后聪绝对算是一个长寿皇帝 他活了足足一个甲子 这不仅让很多臣子始料不及 朱后聪本人也足以自傲 有传言认为 朱后聪最后的死因是因为炼丹吃药 但真正打击到这位万寿帝君的 其实是一篇文章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海瑞 当时在户部做一个小小的云南清丽司主事 海瑞是举人出身 从未中过进士 最早被分配到南平县做教育 他做官毫无污点 对手下要求特别严格 所以每到升迁的时候 大家都像宋温神似的把他送走 这就导致海瑞的仕途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上升 做到了很多进士 才能做到的六部主事 进入户部以后 翻阅往年账目的海瑞 才真正发现 紫禁城之外的世界 已经腐朽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了 嘉靖四十五年的冬天 六品小官海瑞抬官上书 在治安书的开头 海瑞开宗明义地说道 为直言天下第一事 以正军道 名臣直 求万事之安事 奏折里甚至有家境家境 家家接境这样的民间礼语 家境皇帝龙颜大怒 马上派人要抓海瑞 但升迁的太监 哆哆嗦嗦地告诉他 这个人向来是一根筋 他在上书时 知道自己必死 已经买好了棺材 决别了妻子 在家里戴罪 诸后聪听完沉默了 他这种聪明人明白 你根筋的意思 就是不会说谎 海瑞说的都是实话 在紫禁城的外面 一个帝国正在崩塌 而他人生最得意的两件事 修道成仙和制衡臣子 都被海瑞在奏折里 赤裸裸地进行了批判 这也抽掉了他内心中 所有的精神支柱 他感受到了衰老和死亡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 嘉靖皇帝感到了后悔 他没有像过去一样 将海瑞用心打 而是把他关进了赵羽 相当于一种间接的保护 同时 他也开始有意识地 逮捕内阁大学士 为自己的下一代铺好道路 嘉靖四十五年的十二月 诸后聪明白 离别的时候到了 在驾崩荡日 这位道君皇帝展现出了一个帝王最后的责任感 他必须回到紫禁城 回到乾清宫 他不想再犯堂兄诸后照那样的错误 被人嘲笑大明朝的皇帝死在了西院 明世宗十路记载 上吉慎 环大内 五十崩于乾清宫 这也同时象征着 年号为嘉靖的五十正式结束了 黄昏渐渐笼罩在紫禁城的上方 开启一个王朝最后的晚歌与悲凉